韓國聯合參謀本部週四證實 朝鮮當天下午發射兩枚疑似進程導彈 飛行了大約380公里 飛行高度約97公里 據推測 超大型火箭炮的口徑達到600毫米 這次發射間距縮短到30多秒 韓國軍方向朝鮮表示強烈譴責 敦促朝方立刻停止這類加劇緊張局勢的行為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譴責朝鮮的挑釁行為 威脅日本及國際社會 安倍表示將繼續與美國、韓國和國際社會 保持密切聯繫、監測朝鮮動向 目前平壤與華盛頓之間的無核化談判陷入僵局 還面臨年底前敲定協議的期限 韓朝關係近期也沒有新進展 新唐人記者李梅、天瑞綜合報導